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盒子还是非常炫的 不同角度看出来的金属光泽也是不一样的 UT的一个标志 首先是两对合金的导弹 方便载具和人形来做一个展示 全合金的 一个电影中的一个小人 涂装方面来说还是非常精致的 该有的一个细节涂装和原版并没有任何的区别 防撞杆和两个合金的倒视镜 在这就不给大家安装了 之前的原版也是跟大家做了一个安装说明 纸品一张 这张纸品正面是一个大海报 然后里面的内容就是变形说明 至于变形方面来说 由于是一个老玩具 所以说在此也不多做展示了 刚才的配件方面也忘记展示了 还有手炮部分 手炮部分 整体的涂装 原版是中间这个位置有金色涂装的 而这一次青春版 外侧是有金属蓝色的一个展示 整个的细节还是非常中规中矩的 整个的产品方面 配重因为我是没有秤的 所以说相比较于原版的个人是感觉明显拿到手更轻盈了一些 至于大家吐槽的关节偏紧的一个手感 我觉得这一次在于UT的青春版本方面来说 会更加适中一些 相比较于原版的那种紧实的效果来说 青春版的整个的一个关节的一个感觉来说 可能会更舒服一点 个人是之前不下把玩了很多次 原版的净破天 觉得整个的变形手感方面来说 更加适中一些 相比较于原版核心件的一个配重 这一次的手感更加适中 目前我发现的两个点 可能是取消核心件的地方 首先第一个点就是小腿的外侧 这个部分原版这个位置是一整块核心件 这个在青春版的上面是取消了 全部是采用了塑胶 而且对于腿部的一个压力来说 会更加合适一些 大家经常说这款玩具的设计里 这个轴是一个非常吃力的地方 然后这一次减少了核心件的配重 也是对于整个腿部压力方面来说 减少了不少 再就是小臂部分 里面之前是有一个牵块进行一个配重 也是对于整体产品的一个手感 进行一个增强 而这一次青春版本 是把中间这个合金件的地方 给它取消了 所以对于整个手感方面来说 我个人觉得把玩更加轻盈一些 拿起来变形的一个感觉来说 也相比较于原版 更加合适一些 至于一些关节方面 简单来给大家做一个展示 然后就到我们喜闻乐见的一个对比环节 这一次的变形 不是这款产品的一个重点 大家也是想知道 所谓的青春版究竟和原版有哪些不同 首先头雕方面 这一次的一个紧实度 我觉得相比较于原版 可能会更加紧实一些 整体的感觉来说会更好 至于包装的断角问题 这一次大家也不用担心 UT采用了重新的一个包装 这个角是单独需要自行来进行安装的 对于产品的一个保护 也是有了一定的提升 胸口的位置是采用了大量的细节层次的一个点缀 相比较于原色的那种旧化的感觉 各有特色 我个人是更喜欢这种细节上的一个金属色的点缀 相比较于之前的金属的这种大面积的旧化来说 这个颜色可能会更加符合我个人的一个审美 手臂的部分的关节 我觉得也会比原版更舒服一些 原版的关节是非常非常的紧 手臂的关节 我觉得相比较于原版 它的这种把玩性也会更舒服 腰部是支持腰转并没有什么问题 而且整个的一个旋转的紧实度 控制的是蛮适中的 这一次的腿部 由于合金件的一个取消 我觉得整体的一个把玩手感 或者是对于把玩的一个压力方面来说 会更小一些 首先关节的一个可动性 给大家来看一下正常的一个齿轮关节 整体的一个阻尼感控制的还不错 而且我拿到手就把这里面的隐藏关节 给它稍微处理一下 在这也是简单给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是把大腿这个部分打开 大家可以看到隐藏的关节是在这 因为正常如果把玩的时候 这个地方多少 它可能会有一点影响 如果说你把隐藏的关节 稍稍的给它错开一点的话 你看在活动稍微避让的时候 你就可以稍微把它往下打一点 所以说对于整个的变形来说 也会有一定的帮助 我左右腿来说 这条腿可能会更紧实一点 所以说整个的把玩性来说 我在这个地方 给大家一点小小意见 可以尝试把这个地方的关节 稍微拉开一点 对于整个的变形手感来说 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帮助 大腿的这个部分在这儿是有一个平转关节 而且是有一个屈膝关节 我们来听一下声音 相比较于原版的UT来说 这款的一个清脆度 或者是齿轮的关节 应该是重新调配过了 所以说整体的一个感觉 可能会更加的舒适一点 然后再来看一下整个的小腿部分 小腿部分也是多出了很多层次感的分色 在这儿后续的对比 也会给大家直接上一下 看一下整体与原版是有什么不一样的 脚掌部分 由于是取消了小腿部分的合金键 对于脚部的一个支撑 会更加的友好 所以脚部的吃力 也不会像以前那么颤颤巍巍了 我觉得对于整个的一个把玩性来说 会更加适中 脚部的部分 前后的一个活动性 包括左右的一个活动性 都得以保留 这个并没有什么取消的 包括轮胎部分全部是橡胶轮胎 至于大家比较关心的是 一些关键的部分 它的卡扣是否是把合金键取消的 这一点也是放心跟大家说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腰部 然后大腿根部 包括手臂的这些卡扣的 关键合金部分并没有取消 它只是把一些外侧的这种小腿 手臂内侧的这种铁块 合金键的部分进行了一些取消 所以说对于整体的玩具来说 把玩性来讲更加适中 接下来我们就横向来对比一下 原版UT金破天 让大家看一看 这两款产品有什么不同点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原版和这次青春版的一个横向对比 这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点 首先关节方面 我已经横向来做了一个测试 青春版的弹簧 应该是完全换了一个尺寸 所以在整体的一个把玩舒适性来说 青春版要优于原版很多很多 也就是说不那么紧了 在把玩的过程中也会更舒服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配色方面 如果说大体的配色横向来对比的话 来说原版的颜色增加了很多 这种自洗的涂装和一些旧化的效果 可能会在整体的色调上来讲 会更加深沉一些 而青春版相比较于原色 我觉得它可能是参照PYS雕像的东西会比较多 在一些细节的一个点缀上面 明显看到这种金色蓝色的这种层次感 要更强一些 然后我的原版是装上了 高哥的胸口替换件和脚部的一个替换件 所以说在一些小的细节方面有所不同 接下来我们再来从一些具体的细节方面来看起 首先是头胶方面 我们来细看一下 原版它的分色是上嘴唇有黑色涂装 还有金属蓝色的一个小胡子细节 头顶部分有金色的一个渗线 额头部分是有蓝色的一个涂装 而青春版本是额头的分布 金属蓝色是有所不同 面积更大 然后头顶并没有金色的一个涂装 反倒是在脑后部分和腮部 是有金属蓝色的涂装 眼睛同样是红色的一个点缀 但是并没有胡子上面的这种金属蓝色涂装 嘴部也没有涂装 然后原版的脖子部分是有金属蓝色和一些管路的细节 青春版只有蓝色的管路细节 金色的点缀方面来说省略了不少 肩部的位置我们细看之下 原版是有金色的一个涂装和外侧的这种金色的勾线 而青春版本没有 相比较于青春版本的肩部的一些细节涂装 我觉得原版可能会更出彩 胸口的大部分的涂装可能是这一次区别性最大的一个点 大家可以看到同样都是采用金色的一个胸口遮罩的部分 但是青春版本的这个金色它是灿金色 而这个原版的部分它是黄金色 并且胸口部分原版是采用了一整块自洗的一个效果 整体的一个厚重感会更强一些 而青春版整个就是银漆上面做的一些点缀 那细节方面的这种金色金属蓝色的一个点缀 我觉得青春版的一个点缀的效果可能会更丰富一些 但是相比较于原色的这种自洗的一个厚重感来说 原色的这种拟生感或者真实感可能会更强 这个就数好数坏看各位了 我个人是觉得如果拿到青春版 你不嫌费事的话 你可以自己进行一些自洗 把整个的这种细节层次再拉开一个层次感 我觉得也会很不错 那原版在胸口的这个部分是有一些深色的涂装 加上那个浅蓝色的一个涂装 层次感拉的会更好看一些 而青春版这种银色可能会更金属色足一点 然后包括腹部的这个位置 原版的这种自洗的涂装会更加的明显 你可以看到青春版的底色 它就是这种亮银色的一个涂装 所以在一些层次或者厚重感方面来说 我觉得原色的这个位置涂的是非常不错的 再来看一下整个肩部的细节 如果说之前还是有数好数坏的话 那这一次原版我觉得会更漂亮一些 原版你可以看到肩部的这种金色的一个涂装 包括一些金属蓝色的一个点缀会层次感更强 而青春版取消了一些金色的涂装 相比较于原版的细节层次可能会稍显的逊色一些 所以说在原版的这个基础上 我觉得会更漂亮一些 包括肩部内侧的一个细节 青春版选用了金色的一个点缀 而原色是黑色的一个点缀 脚臂的部分 原色版本也是金色的一个点缀 包括臂刃部分有黑色金色的一个分色 而青春版本就是纯银色的一个涂装 臂刃方面除了外侧金色的一个点缀 金色交叉的部分已经是取消了 手臂的位置我们也可以横向来对比一下 配色方面几乎是相同 如果说紧实程度或者手感方面来说 原色的版本青春版的一个版本 我觉得青春版可能会更适中一些 手轴的部分来说 我觉得青春版的感觉能偏松一点 原色的位置方面来说会更紧 首先整个的胯关节来说 紧实度更紧的是原版 原版的这种紧实度会偏紧一些 而且紧到有点离谱的那个感觉 而青春版相比较于原色会更加舒适一些 在分色方面来说 青春版和原色采用了不同的这种分色方案 首先来看一下大腿部分 原色的位置会有金色的涂装 金属蓝色黑色的一些分色 而青春版本是大腿外侧正面的这个地方 是有金色的一个涂装 包括裆布的地方也是补充了一些金色 外侧的金色点缀的倒是很好 但是相比较于这个原色版本 它少了很多的这种蓝色的这种分色 腿部的侧面我们也来看一下 原色的版本增加了很多金色的一个点缀 然后青春版是没有的 然后小腿部分 先说一下这个位置 原版的这个部分是一个合金键 就整个这一片是一个合金键 而青春版是一个塑胶元键 相对于合金键来说 我个人觉得塑胶元键的把玩效果会更好 顺便可以看一下脚部的一个关节 原版这个地方有金色的一个涂装 青春版没有 包括金属蓝色的涂装 青春版也没有 青春版有的位置原色没有的 就在于这 你可以看到青春版的后腿部分 有些金属蓝色金色红色的一些涂装 而原色没有 而原色在后小腿的部分 是有这种金属色的一个分色 而青春版没有 在这个位置 青春版是做了金属蓝色的一个涂装 而原色是银色的一个涂装 包括后脚直的这个部分 原色是有金属蓝色的一个点缀 而青春版是原色的一个涂装 这个位置 青春版是金色的 而原色是没有涂装的 原版是采用了金属蓝色 后面的这种细节的层次 涂装方面的一个走向 也是完全不同 原色版本 这个地方 也是采用了大量的自洗 和这种旧化的一个效果 所以可以看到整体的这种细节感 厚重感是比较强的 底色是银色的一个涂装 虽然也是有相同的一个管路细节 但是相比较于原色的这种厚重感 可能略显得逊色一点 两者在重量方面 这个不用多说 重了200多克 手感方面还是不一样的 然后把玩体验方面来说 我个人更占青春版 因为整个的一个手感方面 并没有那么紧 所以把玩体验来说 相对更舒适一些 非常简单的给大家去横向 对比了一下 这个原色版本和青春版 它有什么比较细致上的一个区别 也方便大家对于整个的配色 有所了解 在这儿我还是简单多嘴说一句 我个人是觉得 如果你之前是买了 这个原色的金破天的话 没必要考虑这个青春版 因为青春版 可能在价位方面来说 比原色优惠 但是配色方面 两者的采用的策略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它是更加写实 更加靠电影风格的一些 它可能是更偏向于花哨一点 更加这个颜色 就用它的表述来说 更加青春一些 更加阳春一点的配色 所以各有特色 如果说你选用这款的话 你可以在很多地方 参照原色进行一些补色 这个也是一些小小的乐趣 所以看个人究竟是对于 整款产品的一个取舍 而且现在 这个青春版一出来 原色的价格 可能跟青春版背一下 性价比都差不多 所以两者方面来说 也是让各位朋友 多多参考一下 OK 那么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看 整个再具形态 整个再具形态 给我的一个直观感受 就是变形体验 要比原版舒服的太多了 主要的问题 其实就在于原版的合金件 它很多地方变形的时候 很压手 而且变形的时候 非常不跟手 而这一次取消了很多合金件 在把玩体验上面来说 更加舒服 整体的再具形态 其实横向对比下来之后 也没有什么过多的去讲的 如果说细看之下的话 颜色方面来说 我觉得这一次 所谓的青春版 颜色可能会更深沉一点 就深沉了一点点 然后配色方面来说 在整体的再具形态 这一次的青春版 我并没有放保险杠和倒视镜 所以也是跟大家 去有一个横向的对比 缝隙方面来说 青春版好像在漆面方面 能稍微处理了一点 还是这款 我经常把玩的一个原因 总之 第一次把玩漆面 整体的效果来说 青春版可能会更好一些 反正是稍稍 还会是有一些缝隙在这里面 滚动性来说 倒是没有什么问题 非常流畅 然后轮胎部分 全部是橡胶轮胎 但是底部在变形的时候 底板的位置 还是会有一些掉漆 之前的原版 我是装上了超人制造 超哥的配件包 所以后面的地方不太一样 而青春版 就是原版的一个处理方式 所以说 大家可以横向对比一下 其实我觉得大差不差都还行 然后配色方面来说 在原版的方面 可以看到再具形态 在这个位置 是有些金色的涂装 而青春版并没有 然后在这个位置 是有些金属蓝色的涂装 青春版没有 正面来看 其实你看不出什么特别大的一个区别 如果两者上手把玩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整个青春版的一个变形体验 可能要会比原版更加舒服一些 只能说更加舒服一些 但是倒角的一个处理 还是多少少会有一些 我想吐槽的点 不是非常舒服 然后边角的漆 这一次青春版 应该是喷的比较厚一点 所以说 不会出现像原版 把玩的时候 漆容易刮蹭的现象 还有这个地方的漆面 我觉得可能青春版 也会更厚一点 所以说在漆面方面 也有一定的保障 原版之前 这一些地方的车灯 还有这个地方 位置比较容易掉件 那青春版这个版本 目前我把玩了多次之后 没发现有掉件的现象 所以简单来对于整款产品 做了一个总结 人形方面来说 我觉得我个人更倾向于青春版 因为整个的细节点缀 会更加的丰富一些 层次感会更高一些 当然有些人觉得花里胡哨的 可能我个人审美来说 我觉得青春版的颜色 是挺对我胃口的 而且如果说 便宜200块钱的情况下 青春版稍微再自己拿回去 做一点点渗线 或者自喜的话 我觉得还挺香的 手感方面来说 取消了大量的合金键 反倒是在变形的过程中 有了一个更好的把玩体验 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 价位相对于原版来说 也会更便宜 然后性价比来说 也会更高 最后再简单总结一下 变圈的一个经典话术 就是早买早享受 玩买有折扣 至于究竟是喜欢原版 还是青春版 也是通过这一期视频 简单去做一个了解 我相信各位朋友 看完这期视频 也会有一些粗略的了解 究竟你选择之前的原版 还是这一次涂装更丰富 价位更亲民的青春版 还是由您做主 那今天视频呢 我们就做到这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